Today is 23 day 4 也就是複习单词的时候咯 我们今天还是先复习自然拼读的翻译规则 然后简单的过一下单词 再玩一下我们上周的flashcard这个游戏好吗 先来复习本周的un字母组合 所以这个单词拼读出来是gon非常好 那同理f on fun b on bun 我们周一的标题叫做v yummy on 很好然后来复习我们周二跟周三的单词 其实都是一些在大自然里可以看到的对不对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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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长一点 do un这么组合的翻译规则可以运用到了 sun sun rise 非常好 那有升旗就有落下 sun set sunset 很好 然后就是小青蛙去旅行去感受到的地方 对不对 water fall l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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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单词就很简单了啊就拆了 然后就是v这么的发音 valley 很好啊单词小朋友们都掌握得很棒 还是来玩咱们很上一周的flash card这个小游戏哦 我还是把单词而且我会我会把单词卡片放在镜头前面一秒钟小朋友要立马反应过来写一个单词啊 are you ready round round one shu 你来单词啊 sunset sunset 对了 来个吵 来个简单一点的吧 嗯 准备好了吗 round to s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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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了吗是哪个单词 valley 对了 next 突然最后一轮啊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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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嘿 看到了吗 so waterfall 对了 这个游戏的操作方式非常简单 小朋友们在家里可以跟爸爸妈妈一起用这个方式来复习哦 看哪个小朋友的反应是最快的 那今天的复习就到这里啦 下周继续加油哦 拜拜 see you next week